大家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集探討一下在股市暴跌後 如何捕捉超跌的股票 如何正確撈底 捕捉正確的賣點 最近恆生指數整個大市是截截沉底的階段 前期跌穿了26861點 最低的時候跌至24700點左右 最近這幾天是一個反彈的行程 連續反彈了幾天 我們看看霸材精選 近期的潛力股 近期五天也有24隻入選 近期整個月也有152隻股票入選了潛力股的範圍 什麼是潛力股呢 潛力股一般在這個時期 股價其實是在一個下跌的過程中 然後這個時候出現了一些主力資金 開始叫階段性的底部買貨 往往會看到一些大量的主力吸湊信號出現 這個時候底部其實有較大的機會形成 但我們也要留意一件事 同時存在股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可能變成我們撈底撈了半山腰的時候 究竟什麼時候是最低位的位置呢 策略上來說 當出現了一些信號的時候 我們可以考慮分批部署 入選條件需要有幾樣東西 一個是主力吸湊的信號 第二樣是當股價 必須要由下至上 穿上保力加通道的下跪 即是回到保力加通道裏 當日出現信號的時候 成交金額要超過2000萬 並且股票的市值需要大過80億 當日出現信號的時候需要開陽線 並且當日的升幅超過2% 股價是大過2元 簡單解釋了潛力股的入選條件 我們看看近這個月中 升得最近前面的幾隻 分別有恆騰網絡 康熙樂生物 海吉亞 若名俱樂 和太平洋航運 從這五隻 股票來說 去探討哪些是比較值得 去撈底 撈底的話我們首先要按一按股票 看看近期的趨勢 第一隻恆騰網絡 當出現信號之後 他最高的升幅升到54% 出現信號的時間是7月28號 圖示也有三角形的一個字式的標誌 告訴大家 我按一按進去看看 我看看近期的一個主力級的信號是非常多的 出了有幾次 前面一路跌的過程中 其實是沒有出過潛力股入選的情況 為甚麼會這樣說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5月份 6月份 和7月7日 7月份 都有大量的主力級籌 但是那時 成交量 並沒有 配合上去 成交量 我們設定了條件 要超過2000萬的金額 我們放大一點點看 直到7月28號 那時也有出現主力級籌 並且當日的一個成交金額 超過 有 1.05億 成本的股價 是超過2000萬的一個金額 情況 並且 條件 亦是符合了 股價由下至上 穿回保力加通道的下跪 所以 7月28號才正式滿足所有條件的出現 通常來說我們看到恆騰網絡是一個 折折向下跌的情況 就算我們開一些追擊手指標 都依然是看到 前面大部分時間 都是一個藍帶的持續 藍帶代表空方 趨勢 暫時未扭轉過來 向下趨勢的股票來說 通常我們的撈底式 一個 想說撈底薄距反彈 也是一個比較短期的 動作 薄距回保力加中線的時候 我們 這期時 應該先減一減 遲 這些是對於下降趨勢的撈底式的 操作方式 並且我們需要留意一下 那期時跌到價位 前面的一個平台位有沒有價錢位 幫你承接 那時最低價大概是2.7元 2.7元 其實已經去到 前期平台支持位的位置 所以來說 我們撈底除了看到 大量吸醜的一個出現之外 也要縮小張圖留意一下整體的趨勢 看看那時的股價有沒有去到前面的一些平台位 有多少一些 價位的承接的時候 我們入場的信心才會大大提高 好那繼續下來下一隻 康熙樂森物比 這隻股票也是7月28日近期入選了 最高升幅其實升了有19% 按進去 我們也判斷得到 今期時的一個主力吸醜的信號是大量的出現 那時7月28日的時候 那天來說 股價也是由下至上 穿回到一個保力加通道 並且當天是開出揚線 成交量來說也是賠身 剩下股價其實是超過2000萬的一個金額 走勢圖來看的話 其實它一直是似於一個 上落市的格局 一直都是橫盤的狀態 出現大量吸醜的位置來說 其實是非常接近 橫盤的一個下延的地方 對於這些橫盤的股票來說 通常去到這些位置來說 如果去到這個雙體的下延部分 出現大量的一個 吸醜的時候 這類型的股票的話 其實它的趨勢是好於一個 叫做下跌趨勢型的一個股票 那這期時我們也是等到它反彈到中線 可以協定一個減市 如果剩下的貨的話 可以是駁回到保力加的上線的時候 再決定一個食戶的情況 好 再來看看 除了看到大量的主力吸醜 如果我們在 想捕捉一個更加低位的位置的時候 這裏會借助我們一個叫做三線出擊的一個指標圖 如果當一個三線出擊的訊號的時候 當時亦都是出現了反彈的一個情況 然後配合大量的主力吸醜 那當時我們可以叫做提前激進的投資者 可以在剛剛出現反彈的那一刻的時候 即時報進去 好再來下一隻 海吉亞醫療 海吉亞醫療的話 它的一個情況 跟剛才 康熙洛 或者恆騰 是不同的 他就前面 是一路處於一個 叫做上升的趨勢 可以這樣說 前面一個的趨勢 是被打破了一個情況 就是我練習 兩點圍成一線 前面一個趨勢是跌破了 但如果我們放大一點來看的話 近來來說 去到63元的時候 根據這條線 依然都是恥於一個上升階段的情況 通常這些來說 你看到 近來來說 也是由下至上穿到 暴力加的上軌 並且當時三線出擊 亦都是出現反彈的 大量的主力吸醜 亦都是迫近一個藍線的局面 當時出現了一個撈底的位置來說 亦都是非常接近前台一個 平台整理區的一些地方 當時來說 都有一定的一個支持的力度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勞亂撈底的 都是要 首先判斷它的趨勢為主 如果前期是一個大幅的一個上揚的趨勢 這類型的股票通常都是一些叫做強勢股 往往在休息的時間段的時候 就是休息的時間段 出現了大量的主力吸醜 並且出現反彈 依然都是維持一個叫做上升軌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可以叫做決定回去介入 好繼續來下一隻 就是若名巨落B 若名巨落B大家看得到 就是在 7月12號的時候出現 記得到是前面的一浪的低點的時候出現 那時大家看到其實它是處於一個下跌趨勢的 過程中 不是說不可以 不可以捕捉它短線的一些反彈機會 其實是OK的 7月12號那天的時候 也是大量的吸醜 那時來說 也是股價由下至上穿上保利加的下跪 但是 處於一個下跌趨勢來說 剛才 阿sir是用那個恆騰網絡來幫大家 顯示 當它出現一個叫做下跌趨勢型的股票的時候 看到一個叫做 前面股的一個入選訊號 那時來講 我們第一個目標價 大概 就是一個叫做保利加中軌的時候 如果你看得到那時沒有辦法站穩在保利加中軌的時候 我們要立即 其實應該是只賺為二 如果再遲一點的話 你看得到 如果叫做跌穿 前期的一個 大量的主力吸醜信號出現的時候 那那時 的一個最低價 那時的最低價 最低價來講 大概 20元左右 20元左右的位置 一旦跌穿的時候 我們應該即時是止蝕離場 那麼就算來講 如果它是 站得穩的 即是回上來的時候 我們寧願再次買入的話 都不要想著叫做是止蝕 即是想著在那裏坐艇不走 因為 有可能吧 一直是 向下沉底 即是未必會回到一個 前面的一個買入位的位置 那直至何時再捕捉過呢 即是再等 它再次出現主力吸醜的時候 再彈回到保利加中軌 並且出現反彈 那那時我們也可以叫做 分批去部署這類型的股票 好,再來下一隻 第五隻來講 不是潛力股 屬於一個代爆股的情況 它簡選方式 其實跟一個撈底方式是很不同的 那麼多數都是 軍線型的一些多頭排列 並且當時來說 亦都出現了另一個指標 叫做莊家台橋指標 那時看到莊家台橋指標 這隻股票入選的時間是 7月29號 7月29號當日來講的話 就看到 那時的一個莊家台橋指標 由一個無裝控盤 轉成一個 高度控盤的一個狀態 就是這一天的時間 還有它的軍線 是處於一個多頭向上的情況 那這些代爆股 的股份來講的話 多數都是強勢股 一直保持著上升趨勢型 那這類型我們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今集關於一個潛力股 在股市暴跌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補充一些 正確的賣點 對潛力股的撈底方式來說 就是當它股價剛剛上穿 由下至上穿保利加下跪的時候 那一刻的時候 就決定 入準的 指示位來講就是當時的 最低位 就是出現大量主力吸醜的 過階段的最低位 如果是下跌趨勢來講的話 它的第一個食股位 就是到保利加中跪 如果看到是橫行趨勢 或者是上升趨勢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主力吸醜 讓你留底 我們可以叫做 倉位大一點 就駁回到上跪 保利加上跪的位置 才決定食股 好,那今集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去YouTube Channel 搜尋 霸財智營 按旁邊的小鐘 下次一有新影片 就即時通知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